土著团结党总裁敦马哈迪 昨天被西蒙委认为首相人选 引起国政领袖连身踏伐 在部城出席活动的首相署部长 纳杜斯利·阿查利纳 炮轰西蒙是个再循环政党 不提拔年轻领袖 反而把机会留给年长领袖 阿查利纳狠批西蒙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只会循环落实就政策 根本拧不了年轻选民的心 因为他有很多可能性的可能性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都可以讨论 可以讨论的问题 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再拒绝 他想再拒绝 可能他们不相信他们的想法 此外,Rofo中午大臣卡利纳丁 则是开口祝贺 Dunma 恭喜Dunma成功继结了西蒙 我记得Dunma的尊败 他们必须被拒绝 因为他们必须被拒绝 因为Dunma的尊败 政治上的尊败 他们必须被拒绝 拒绝拒绝 拒绝拒绝 为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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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华总会长 行动党不应该把华裔选票 当作理所当然 公然再次齐结民意 打着民主的民意 做尽违反民主精神的勾当 他希望全马华人 在来届大选中 向林吉祥父子讨回公道 伸张正义 与此同时 马华宗教和协职主任 拿杜斯里 郑连科也将枪口 对准行动党 他透过文告 炮轰行动党 为了入主不成 不惜出卖自己 出卖华裔选民 郑连科指出 行动党过去 一再批评敦马独裁 种族极端等等 如今却和敦马 站在同一阵线 为了利益 不惜同意敦马 成为西蒙首相人选 他狠批 一个连自己 都能背叛的政党 选民又怎么能寄予厚望 NTV7综合报道